新智院公布了民国102年的休假天数 合计有115天 这堪称是近年来最多休假日的一年 其中的包含三大段的连续假期 包括了春节廉假有9天 清明节廉假有5天 还有中秋廉假有4天 因此呢 民众就可以事先来规划一下玩个痛款 133 134 135 再过不到135天就要迎接民国102年 现在倒数可能还太早 但是如果看到明年的休假天数 可能会拍手较好 我不知道明年放假几天 不知道还蛮多天的 官方公布明年的休假天数 总共有115天 其中包含了三大段连续假期 堪称近年来最多假期的一年 连续假期来了对写片一组 当然是一大利多 因为可以每天进卖茶去大开杀戒 或者放假窝袋家 你可以看电视 又或者你可以安排一个骑车环导旅行 因为连续假期的天数真的够长 明年连续假期到底有多长 先来看 首先登场的是2月份农历春节 从2月9号开始放假 可以一路放到17号 有没有 新春大礼就先送你9天连续假期 紧接着4月份连续假期很给力 清明扫墓外嫁儿童节 从4月3号开始放假 这一趴的廉价有5天 能修到4月7号 不过先苦后干 4月5号这一天弹性放假 事后要补班补课 再来就是9月份 人家说的那个月圆人 团圆的中秋假期啦 从9月19周到9月22号 同样的20号弹性放假 也要补班补课 补回来 看烟火听跨年演唱会 新的一年连续假期 也有所谓的隐藏版 其实在今年底 跨年前的是2月29 30号就是周末 如果你的老板长官很体贴 31号先让你弹性放假 最后仅扣元旦假期 这样也可能会出现 所谓的4天连续假期哦 去南部啦 北部走走之类的 回家 因为我们家在金门 去南部旅游 就去花莲旅游这样子 已经确定明年的年假 有115天 比今年多3天 距离明年到来 还有4个多月 或许你可以像我这样 赶快打开行事例 做好明年的假期规划 接下来就是等待新的一年 赶快来 中文字幕公益者 张俊龙在台中的采访报告